好老喔 這真的對我會想 它就真的老了啊 我已經要守車上面據說 這個時間要開始補蓋 它晚上的時候 就是在督促我吃第二顆嗎 不要 這樣 想要生一個懶腰 我身體有預感 這個懶腰生起來一定很舒服 大的爽的 然後就抽筋 很大的那一種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土女郎頻道 我是土土 狼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 20歲跟30歲不同的心境 其實之前跟大家分享過初老啦 但其實今天會想要再做這支影片 有很大的原因是 初老其實是在一個 剛踏入社會 然後以及快要到30歲的轉變 那是一個轉變期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的狀態 是真的老了 就是會有一些體悟 有點像是回頭看看自己的這個感覺 很想跟20幾歲的大家分享說 現在的感覺是跟以前有什麼樣的差異 你也可以跟30歲以外的人分享 你跨過去那個卡 你有沒有一樣的感受 尋求共感 對 也尋求共感 說得真好 謝謝 沒有 就是20歲的妹妹就很喜歡吻啊 那未來 對未來的徬徨未知 我非常能理解 所以現在走過來就是 真的會有一種很想分享的感受 好 來分享 第一個其實很實際的就是 收入的差異 那個時候光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當時直接選了一個 我認為薪水最高的工作 我也是 因為我面試收到很多正式offer 它有各式各樣的類型 工作內容啊 地點啊 好多要考量的事情 我選了一個錢多的 我不在乎它最遠 我也是 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理解 收入會是逐年生長的 理論上要 對 理論上就是要 就是要 通口沒有在等你耶 幾些年就會加一些 然後包括如果你跳槽 它一定會加薪 幫我去 對 我去外商 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其實你也是差不多這樣的歷程吧 對 只是我不是去外商 沒有 但是 其實都是往一個 你那個產業的更好的職涯 去做發展 那所以薪水就會變高 最主要的差異是因為 20歲到30歲 追求的東西不一樣 我們那時候是有共識要組家庭 所以我們會覺得 勢必要想辦法提升收入 才有辦法去支撐一個家庭 心境上的轉換 讓我們去做出一些改變 發現生活有些問題 沒有辦法被解決 那我想解決怎麼辦 做出一些改變 我們跳槽收入變多了 但是我覺得生活平時 差不多 因為開銷也更大 一個家庭就是 很會花錢 什麼都可以花錢 這我覺得很可怕 錢就是被家庭吃掉了 對 因為其實有很多東西是 你看不到 但是你得花的錢 比如說保險 現在就是因為家庭 就是你要養人 包括肚子裡的 包括房子 所以你就必須要去做 更多的保險的規劃 對 或者是房子本身就是 以前住家裡 靠爸媽 然後後來搬出來獨立之後 我要靠自己 所以什麼 水電 瓦斯 管理費啊 全部都是自己來 希望你們對於收入的事情 不要氣餒 不要一直覺得 你只剩下當下 未來可能就差不多這樣 No 不止 只要意識到任何的改變 你們就是可以做調整 會有更多不同的發展 你講得好像要結尾 感覺很感性 第二點是生活上的差異啊 直接講 你一整天都在幹嘛 時間breakdown 整個排程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二十幾歲的時候 那時候剛出社會 我會想要多認識人 各式各樣的局我都想參加 即便那個局 你其實最後不是很喜歡 或是你去之前 你就知道不太喜歡 可是你就會有這種 誰知道今天會去也會是誰 誰知道今天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對啊 用這種比較樂觀正向的方式 說服自己去 而且我也沒差 就算真的不喜歡 那就是以後不要參加就好啦 就是這一種 對於新鮮事物是非常open-minded 但是三十多歲夠了解自己了 知道這種 哎 一定不會喜歡 不去 不去 我就變得沒有那麼愛社交了啦 年輕都嘗試好啦 等到三十歲過後 開始了解自己了 如果是你三十歲 還是喜歡嘗試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 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沒有關係的 好老啊 這真的對我來說 啊就真的老啦 那我其實覺得 時間的利用會越來越有效率 時間也像錢一樣 它在花時間 我今天有二十四小時 如果我自己休息 我或許可以讓明天 要面對的事情能夠有更多的體力 那我就更願意再休息這樣子 我覺得你用錢講是蠻好的 就像年輕的時候錢就是會 啊這個沒多少錢 我就花 就買買看 用用看 不往用就丟掉 反正沒多少錢 但是現在有點像是 我就知道它是個不好用的東西 就算它再便宜 我都不想花這個 對我都不想花這個時間 因為我已經 知道了 我其實 年輕的時候真的花好多次 時間 就是錢的意思 對對對 去嘗試 然後真的就是到三十歲的時候 你就會真的意識到 說這個我真的不行 它會有一個曲線 就是當你去到真的不想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我真的不想去 假如說都是去唱歌好了 走跳 哇我什麼舞都會跳 最流行的歌我都會 都要表演 都要被人家看到 然後一直到 知道說 其實我表演給他看 要幹嘛 不要你不要這麼負面 有時候只是你不想要 不是說做這件事有什麼意義 不是追求這件事 而是你想不想要 你要追求你的心寶貝 三十歲了 追求自己的心 有時候還要走秀啊 你也會覺得很累 你就會知道說 真的只是拖著自己的身軀 到了那個地方 做大家喜歡的事情 久了之後就覺得 我好像其實真的不用這樣做 也會有人喜歡我之類的 三十歲之後花更多時間在家庭上面 終於可以理解 小時候看到某些藝人說 不繼續工作 分一大半的時間 你家庭 這麼紅可以賺更多錢 你為什麼不繼續 正好的時候你為什麼不繼續 只在說孫燕姿吧 都不來台灣開演唱會 因為家庭就是有一個生氣的魔力 就他們開心你就覺得 喔我付出好有意義 對啊 比起外面你開心 喔OK fine 我剛講社交對不對 我會取悅人家開心 行政的時候你開心我就開心 然後現在覺得你開心 我沒感覺 回家讓貓開心要讓你開心 我就覺得喔好開心 然後好值得好有意義 對對對 現在還是心靈的層面 二十歲跟三十歲都不一樣 我覺得社會 還有生活的 歷練 不要講折磨 等一下整部影片拍起來 變恐怖片 出社會的恐怖片 這是三十歲的恐怖片 我其實只要表達 這些生活的歷練 會讓你有所成長 你會有所學習 舉例來說我覺得看電影啊 你年輕的時候看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是一個雙片 有些東西細節 你並不是那麼理解 或是你就覺得 忽略 超懂的感覺 然後等到你生的事情 再看的時候 你會為了那些 你以前不在乎的小細節 痛苦流替 真的 真的感動 我以前覺得這是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要剪進去的畫面 同一個電影 然後你看的重點 完全不一樣 就是你在乎的事情不一樣 你學習到不一樣的東西 你的人生成長了 這種感觸我覺得會特深的 今天我們拍這什麼片 越拍越脫心的感覺 講完心理的成長 對於 身體的健康 年輕的時候好像沒有在乎營養食品啊 有吃跟沒吃沒差的那種感覺 哎 年輕的時候吃宵夜 然後你現在又好吃 我跟你說我都知道 宵夜通 週末一定要去吃宵夜 現在老了之後發現 自己身體開始有點退化了 然後好像 保健食品 宵夜少吃 七蛋食物為主 然後再來就是你 懷孕之後 針對懷孕的營養食品補充又更不一樣 我是有幫他選 孕婦專用品牌 綜合維生素 就是一天一粒 我都有乖乖吃喔 孕婦需要的就會比一般人還要多 因為要給小孩 除了綜合之外 余油或早油 幫助小孩的 腦袋發育啊 降低殘後憂鬱症的風險 也可以降低早餐的風險 然後以及 鈣質 我跟你說鈣質真的超重要的 特別重要的就是這個 鈣 我跟你說鈣的話 你應該有寫的教訓吧 有我現在就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就跟大家形容我說 很像是 你在水槽這樣擠水這樣子 然後懷孕的時候 就很像 嘴冠有個漏洞 簡單來說就是 你要分營養給寶寶 你的營養都存不住對不對 你覺得以前可以 一天沒吃也沒關係 我會覺得身體狀態就是 不一樣 教科書上面就是說 餵教手冊 寶貝 餵教手冊 我記不起來這些名詞 餵教手冊上面就是說 這個時間要開始補鈣 他可能在長骨頭之類 他會吸收我很多鈣吧 所以我現在要吃很多鈣 正常的狀態就是吃一顆 沒懷孕的如我 我跟你早晚吃 而且每一餐都增量 兩顆 遺孕的話就是一顆 早上一顆 晚上一顆 他一開始幫我加量 我就覺得身體很好 對 你就說你不需要吃 因為他晚上的時候 就是在督促我吃第二顆嘛 不要 我說你會抽筋 我跟你說 當天晚上沒有誇張 就是當天晚上 睡了一覺 一天早上起床 想要伸一個懶腰 我身體有預感 這個懶腰伸起來一定很舒服 很爽 大的爽的 然後就抽筋 很大的那一種 我也覺得我蠻幸災樂禍 所以他還跟你說 然後你馬上睡覺就來了 我看你以後還吃不吃 隔天我又不吃了 再抽 因為寫的教訓 所以我就忍住不抽 這個一定很舒服 不能伸展 不能伸展 我就把它收回來 但我覺得第二次之後 你應該有認真的知道 不要再犯件了 就是乖乖吃 我真的很認清就是 他真的在吸收我的營養 那你覺得吃有怎麼樣嗎 就是沒有抽筋 可以好好的身體 對 我最近真的吃好多蓋喔 身體健康很重要寶貝 你要好好的 寶貝要好好的 所以我們就是 過了那個30歲之後 也開始在乎身體健康 如果你很常看我們的頻道 請不要吝嗇按下訂閱 大家要舉動大大的幫助喔 訂閱 然後下一個是有關外貌的部分 20歲跟30歲 年輕的時候就是流行 覺得什麼好看 也不在乎那個 適不適合自己 就硬要穿 現在最最最最 我很怕我講出一些很可怕的 還是不要講好 現在最流行的 我就是一定要穿一個 這樣就會讓你看起來 跟得上潮流的這個感覺 年輕的時候是這樣 我很喜歡白色的衣服 不管長的短的 各式各樣 我覺得白色衣服就是很好看 我看別人穿都覺得超不好看的 然後我也不是真的 我穿白色是真的超難看的 我白色只能當內搭 你就穿在裡面 露一點點白色OK 但你要單穿白色 我覺得我就不是那麼好看 我是一直知道很後面 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其實很少單穿白色啦 除非那個白色版型是好看 他是符合我的身形的 我就是一個沒有腰的人 撒屁股 不是真的沒有 他是看起來沒有腰 所以任何的短板 他已經認清短板不適合他了 短板就不適合我 我就不會這樣做 然後我的臉型 就適合這個瀏海 曾經就是你還跟一個造型師 我想要留長瀏海 然後那個造型師 他其實是一個很酷的女生 他就直接跟他說 你就不適合你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硬要 你就適合你為什麼要 你幹嘛硬要留長瀏海啊 自始之後我就 不再追求了 你就追求一個適合自己的東西這樣子 對就是認清了 以前就是死不相信 覺得他就是好看 怎麼可能穿到我身上不好看 我記得你好像會跟大家說 可以回去看一下你的家長 哦 我要 假如說你身材可能很像媽媽 或者是你的膚色像誰 參考他很愛穿什麼顏色衣服 因為你們的基因 就是讓你展現出一樣的東西 然後他活這麼久 他早就知道他適合什麼了 然後我就是適合穿白色衣服的人 其實我也很常看我媽 穿白色衣服 特別精神 特別好看 你就會知道說 我就穿白色的衣服 就是會好看 你知道我就是看你媽這種人 穿白色衣服很好看 我就會想要穿白色衣服 結果發現我跟她完全不一樣 對 假如說你現在看有一個女生 她留一個什麼髮型 哦 看我現在也要剪一個 不適合 你就是不適合 30歲開始就是 她懂自己了齁 連自己長什麼樣子都這麼明白了 願意接受 我覺得有時候是接不住 哦 願意接受 對對對 你們有這樣的經驗嗎 你們有開始接受自己 看外表的樣子了嗎 大家重心的差別 20幾歲剛出社會 經濟獨立嘛 開始花自己賺了錢的時候 我就特別想要去完成 那些以前被限制的東西 什麼東西不能買 那是因為爸媽說很貴 不划算 我開始賺錢 我就是要買 越沒有擁有過 你就越想擁有 家人很常會看著20歲的妳的時候 就會說 亂花錢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講呢 我覺得我很需要啊 我覺得這就是學費啊 你越被禁止 她就是越要去花學費體驗 那是她的避免過程 從什麼時候開始你就會發現 哦 原來我20歲 以前花的這些錢 真的就是 如家長所說的 亂花錢 特別是我們有婚姻之後 你開始整理你過去的東西之後 你就會發現 哇 整理起來丟掉好多東西 好多錢哦 嗯 亂花錢 什麼東西是丟掉的最多的妳覺得 就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東西 哦 說得真好 哎 這個highlight可以 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東西 那純粹取決於 你喜歡夠不夠久 我喜歡它夠久 我就會覺得 好慶幸我那時候有買它 對對對 但有一些比如說娃娃 像比如說我以前曾經喜歡皮卡丘 哎呀就還是很可愛 可是我就沒那麼喜歡了 所以妳做到一個重點 就是30歲以後 我看一個東西想買 我都會考慮 它可以 被我擁有多久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覺得 20歲沒存什麼錢 到現在我已經走到30 除了回頭看我還是覺得 花那些錢 很值得 甚至你只有那段時間可以花那些錢 因為你老了之後 你就會捨不得花 20歲的自己其實 當你花下那個錢 那個體驗的感受度是 炸鍋的那種 可是你30歲在花同樣的錢 做同樣的感受 就是覺得不符合效益 其實我還是覺得 20歲就花這些錢 很值得 最後一點就是事業 事業心有什麼改變嗎 其實這點沒有變 妳沒變 我有變 我其實20歲剛出社會 我設定目標 30歲前要聯繫白碗 然後我做到 然後我現在30歲之後 一樣 事業我會設目標 大到 我覺得這一點我是沒有改變的 那妳變在哪裡 我以前很濃 然後就不濃了 老闆一走我就覺得很害怕 就是很緊張想要趕快完成 然後他一句話 我就會很緊張 有一種使命必達 對就是講他一句話而已 我整個下午都 心情不在線 都是一直遇到妳 妳就會跟我說 根本就不用這樣 因為有時候上班做事 就不是只有事情本身 老闆不說的期待 不說的考驗 對啊妳知道以前 下班有沒有要去一個局 妳可能都會感到 有點壓力 妳就覺得 公司菜鳥好像應該要出席 妳覺得很多事情 都會考量到 可是我是菜鳥 我是不是應該要怎麼樣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妳也會知道說 其實我應該怎麼樣 或不應該怎麼樣 好像並不影響結局 所以就覺得 看心情 每個人選擇不同 取決於妳有多認識自己啦 其實我覺得整個談下來 20歲跨30歲最大的不同就是 而且也會懂得拒絕 勇於拒絕 拿著不好看寶貝 30歲之後比較會勇敢做自己 但我還是要強調 勇敢做自己不代表要去 傷害或妨害到別人 對 所以我覺得30歲自己 其實是活出一個 真的 很舒服的狀態 一到30歲的人 有沒有這樣覺得呢 如果有的話 還可以給我們一些feedback 20幾歲的人我覺得 其實青春真的是 非常美好的 妳今天多享受 對 如果我今天再20歲一次 我還是要這樣亂花錢 20 我跟我自己很大的一個目標 希望未來小孩20歲的時候 我要管住我的嘴巴 我千萬不要覺得他亂花錢 我要覺得真的是他在體驗他的人生 我一定要做到這件事情 麻煩你 共勉子 剛說社會反而你沒賺多少錢 他就花就給他花吧 對啊 你就是趕快就是 你就是限制他等下 他以後賺更多錢的時候 他花的就是大筆的 他花這些錢可以認識自己 有什麼不好 對啊 我覺得很划算啊 他要有個快樂的20幾歲 追求自己以前 被限制的東西的那種快樂 所以30歲是很不一樣的 未來都可以經歷到哦 這是什麼恐怖的威脅 好啦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們走過這一段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 再繼續分享 再繼續拜拜